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出演电视剧之前其实是FinKL的成员 程佑丽1981年3月3日出生于德国巴登 四岁的时候随父母回到韩国 1997年16岁正上高中的程佑丽在街上写生时 因为优秀的外貌被当时水晶男孩的经纪公司DSP公司的经纪人挖掘 从而进入了娱乐圈 随后于1998年4月 程佑丽与李孝丽 玉珠炫和李珍 作为韩国女子组合FinKL成员正式出道 刚一出道之后就火爆韩国 一时间风头无两 而她们更是包揽了那一年的汉城歌谣大赏女子新人奖 KBS歌谣大赏十大歌手 KMTV酒吧最优秀女子 那时的她们是红遍亚洲的韩国一代女团 是无数人心目中的女神 如今只是看着她们四个人同框就让人泪目 那是一个时代更是一代人的青春 但是最终2002年在发行第四张专辑以后 成员各自单飞 这段一提的是 虽然四人已经不在一个公司 但是从未对外宣称过组合解散 这样的感情也是让一众粉丝感动 而转型后的她主演了首部爱情剧《坏女孩》 剧中她饰演性格乐观的影美 凭借这一角色 她获得了SBS演技大赏新人奖 2003年主演古装剧《千年之爱》 这部剧由程优利、大档苏智梟、金兰震等人主演 剧中程优利的甜美可人的古装造型 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凭借该剧 程优利也横扫各大颁奖典礼 更是包揽了SBS演技大赏特别策划演艺奖 SBS演技大赏最具人气奖等多项大奖 2004年6月与车太贤主演爱情剧《黄太子》的初恋 饰演活泼好动的娱乐专业工作者金友宾一角 剧中车太贤是个富二代 而程优利是有着单纯梦想的普通人家的孩子 2006年程优利搭档眩冰 主演电视剧《雪之女王》 剧中程优利饰演刁蛮任性的天津大小姐金宝拉 眩冰饰演泰雄 泰雄和宝拉因小时候的伤口背离着这个世界 但是两个人相爱时 他们开始学习人生的美丽并成长起来 凭借该剧 她获得了KBS演技大赏人气女演员奖 同年她与眩冰更是荣获最佳荧幕情侣奖 2008年程优利搭档江志焕 张根硕等主演历史剧《快刀红极童》 而这部剧更是直接让程优利的演艺生涯 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巅峰 这部电视剧无论是在韩国本土 还是在海外都是非常高的人气 剧中程优利饰演许丽露 她前后突破性的演技 更是让观众直呼逼真过瘾 通过这部作品 程优利的演技也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成为了美貌和演技兼具的真正的演员 凭借该剧 她获得KBS演技大赏人气女演员奖 第44届韩国百想艺术大赏人气奖 事业成功 粉丝也关心起了她的感情生活 但其实早在2002年的时候 程优利就被传出 与韩国顶级男神宋承线热恋 举悉两人是与2002年10月开始低调交往 通过一场走秀认识 在认识几天之后 由于互生好感便走到了一起 两人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也是超甜蜜 宋承线会买对戒送给她当作纪念礼物 而程优利则回赠了她一只可爱的小狗 他们在一起的日子里 宋承线更是因为程优利的一句 不喜欢她喝酒 就整整三个月没有沾一滴酒 要知道宋承线可是那种 平日里没事就喜欢喝两杯的人啊 为了女友可以做到这些 真的是让人很感动 但是最终由于聚少离多 二人选择了分手 与宋承线分手后 因机缘巧合 程优利与Gob组合成员 影记上呼声好感 随后两人展开了甜蜜的交往 虽然二人交往了很长时间 但是终于分手告吹 影记上公司曾发表声明 两人在2004年末 影记上去不兵役之时便已分手 而程优利也曾在节目中透露 无法忍受影记上玩游戏 最终二人已分手结束 事业方面除了演戏之外 程优利还是一个 非常成功的节目主持人 其中最典型的代表综艺 就是Hailing Camp 在节目中 她会和嘉宾开玩笑 调侃嘉宾 但是却不让人尴尬 不舒服 全程控场 主持能力行云流水 在NBC各要大典中 也是暖场达人 虽然涉足综艺主持 但是对于演艺事业 她也是一直没落下 2009年7月 雨池成 李观等演员主演爱情剧 吞噬太阳 剧中她饰演马戏表演策划 李秀贤一角 当年这部剧已经播出 更是蝉联水木剧收拾冠军 2012年程优利与朱湘玉 李尚宇 主演神的晚餐 凭借高俊一角 获得MBC演技大赏 最优秀演技奖 同年4月 她搭档刘俊相等 主演爱情剧 出生的秘密 剧中她饰演乐观的女孩 正一贤一角 凭借剧中精彩的表演 她获得了SBS演技大赏中 短片电视剧优秀女演员讲 值得一提的是 程佑丽和李真元 是同一组合的成员 团员们在2002年时 便各自往演一路发展 这是分开10年后 两人共同出演的剧 而他们也是在分别 说到剧本聊天时才知道 双方接到的是同部作品 真的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了 而就在2014年6月 程佑丽通过所属社 确认了她与高尔夫选手 安诚贤练情的事实 据了解 安诚贤毕业于建国大学 体育教育专业 而这所学校 更是在高尔夫选手间 被称为名校 在2005年进入KPGA后 安诚贤作为职业高尔夫选手 出道了 在经历了作为国家代表的 华丽选手生活后 现在正作为教练和解说员活动 安诚贤更是凭借实力 以及帅气的外貌 迅速引起了话题 还出演了SBS高尔夫频道 Open Golf Show Change等节目 安诚贤现任高尔夫国家代表 常备军教练 据悉 两人与2013年年底 在好友的聚会上相识 并在不久后发展成为恋人 2017年5月15日 程优利与交往四年的男友 安诚贤举行了婚礼 当时的婚礼 也只是有亲戚参加的 家庭刑事进行 他们还将婚礼费用 将全额捐给了公益机构 真的是很难心了 而在2018年 程优利参加综艺节目时 公开了两人的新房 他还表示 由于丈夫安诚贤经常出差 偌大的房子里 常常只有自己一个人 节目中也公开了 程优利撒娇的通话样子 可见二人的婚后生活 真的很甜蜜 而如今事业有成 又收获爱情的他 真的很幸福 也希望今后 程优利我们带来 更多的优秀作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小事的视频 可以点击订阅关注 喜欢谁就告诉小事角哦 小事结婚每天给大家 更新最新资讯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